我再次对普京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这是你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首次出访 充分表明你本人和俄罗斯政府对发展中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 75年来中俄两国携手走出了一条大国 邻国相互尊重 和睦相处 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关系始终稳定向前发展 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不断加强 经贸 投资 能源 人文 地方等领域合作持续推进 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促进国际关系 民主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中方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 中国是现代化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 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主要新性市场国家 双方加大战略协作深度 拓展互利合作维度 顺应世界多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 是两国共同的战略选择 双方应该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 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持续丰富双边合作内涵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我愿意从总统先生一道 共同把准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对两国各领域合作发展 做出新的规划部署